世界上最难的挑战 只要你能在这个房间里待满一小时 就可以拿走500万奖金 看似简单的挑战 却无一人成功 普通人一分钟都待不下去 只因为这个房间是微软赤字1000万打造的极度安静房间 房间里的声音达到-20分贝 远低于人类能听到的最低分贝 没有人能在里面待超过45分钟 房间外围由6层混凝土和钢筋结构建成 厚度足以隔绝外界一切声音 室内四周墙面都装有独特的玻璃纤维泡沫切子 能消除房间里发出的任何声音 因此室内也不会产生回音 当你进入房间 甚至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心跳和骨骼摩擦的声音 2019年 曾有记者探访过这个消音室 据他描述 当大门关上后 周围完全密封 没有一丁点灯光 自己好像瞬间失去了听觉和视觉 完全漆黑寂静的环境 形成了一种无形的恐惧感和压迫感 仅仅一分钟后 他再也坚持不住了 当他走出房间 甚至都需要几分钟时间 才能完全重新适应外界 官方曾发起挑战 只要在消音室待满一小时 就可以拿走五百万 纵使挑战者达到一千多人 但最终无一人挑战成功 有的人进去后产生惶恐情绪崩溃大哭 他们表示在房间里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独感 至今为止 挑战时间最长的记录是58分57秒 那么如果换作是你 你能坚持多久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